好了,我們今天讀陳嘉勝老師推介的最衰者生存 之前方Sir也介紹過,可能你會聽過 今天我們就看看陳嘉勝老師的介紹是怎樣 大家有沒有曾經想過,為什麼人類會有這麼多種遺傳病? 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大家思考 古時沒有完善的醫療支援時 幻想嚴重遺傳病的人怎樣可以生存繁殖,將基因傳給下一代? 這本書或者可以給你答案 我先舉一例拋磚引玉,其餘的就留給你自己發掘 當我談及糖尿病的時候,可能大家會想到毫無節制的飲食會令人患上糖尿病 但其實現今不少歐裔人都是患上先天性的糖尿病 理解進化論的同學會明白 當一個性臟在這個例子就是糖尿病 令到那個生物具有生存優勢的時候 就會令他們有多些機會繁殖 並且將基因傳給下一代 換言之,糖尿病的基因在歷史上必定曾經協助過人類生存 原來歷史上歐洲曾經有過一段小冰河時期 而血液裡的高血糖可以發揮抗動劑的功能 再加上高血糖會利尿 這兩種效應都可以減少體內水分,凝結成冰晶,而傷害組織的可能 結果在冰河時期傳滅下來的人 就具有這個令血糖升高的基因 一直遺傳給現代人 這個基因到現在都還在幫北歐人對抗嚴冬 但對於已經生活在和暖地區 而且經常可以進食高糖分食物的人來說 這個基因就已經不合時意了 但即使這個基因為現代患者帶來很多煎熬 但他們都應該感恩它曾經存在過 否則他們的祖先一早就在寒冬裡死光了 其他的例子還包括一種令到身體保留鐵質的遺傳病 非裔人的膽固醇過高的原因 還有患有殘斗症的優勢 而最後還解釋了為什麼雙胞胎都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外表 以及後天對基因的改變 這些知識到現在還在不斷改變我們的醫療觀念 例如部分醫生會重新採用放血療法 以及比膽固醇過高的病人曬多些太陽 就可以不約而語 最後這本書看的不只是人類 還有整個生態系 包括動植物、細菌、原生生物 和沒有被界定維生物的病毒 他們和人類之間的互動 趨發出現今我們的特性 作為生物老師 我強烈向大家推薦這本書 它是近年來令我十分著迷的書之一 最重要的時間 首先來修酒 破壞 好可行 冰箱 使用 最重要的 在主要回答